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在南投深耕17年的时间 陆续开办多项长照服务工作 也针对市长者辅导协助 特别办理事如珍宝回味无穷市长者料理成果展 辅导市长者学习电锅烹煮食材 让许多市长学员勇敢走出来之外 伊甸基金会每年也为居家照顾服务的长者们 及独居老人们办理年节前的爱围炉 今年已进入第五年了 目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享用一顿难得的年夜饭 不再是一个人的围炉 今年度是伊甸基金会在南投我们第五次办理爱围炉的活动 那爱围炉的活动呢 主要的目的是因为许多的长辈 还有我们服务的身心障碍者 其实他们很少有机会可以这样子出来 那借着爱围炉活动 我们借有这样子的活动 让我们所服务的长辈还有身心障碍者 视障朋友甚至在更偏远的地方的这些的长辈身心障碍者 他们有机会然后我们把他们接送出来 然后大家一起感受社会的温暖 一起聚在一起然后一起来热闹 一起来庆祝新年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举办爱围炉的部分 颜慧如主任 希望能让这些独居长者们借由爱围炉的活动 鼓励他们多多走出来 因此对于偏远山区的长者或者是长者 行动不便的人都把他们一个一个接送出来 将近三百位 而今年的这项爱围炉相当有特色 由爱尼亚化妆品集团为长者们精心打扮 希望能借此活动让家属看到长辈们接受服务的成果 在今年度的爱围炉的活动 我们主要就是帮助长辈 我们把主要的 主要的让长辈能够当为很棒的一个主角 然后让他们来走秀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借由走秀 所以有很多的时间他们就更乐意的起来 就是我们的一些的舞蹈 然后或者是一些的活动 他们就更积极的来参与 那今天主要是让长辈 然后也借由这个时刻 让更多的家属也愿意跟着长辈出来 看到长辈努力的 然后不管是在表演上面 或者是在他们接受服务的上面的一些的成果的展现 然后邀请家属能够感受到长辈的这样子的成果 这些长辈们分别穿上和服 韩服 军服 或英雄人物等特色服装 并一一走红毯走秀 活动背后赞助的爱尼亚化妆品集团总裁 陈威中表示 他本身就是男头人 跟男头有特殊情怀 他非常愿意回馈故乡 并证为能让年老的长者们感受到温暖 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是男头县的县民 我出生在男头县 那虽然没有住在男头这里长区 长区住在这里 在外面发展事业 但是我有一个特殊情怀 我说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 这样一个服务 能够为这些长者能够提供一点免博服务 让他们带给他们温暖 这个是我应该做的 尤其是我自己的故乡 所以我愿意来做这件事 那今天现场我们也迎领 将近20位我们的美容老师 这些长者他们年轻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就在卫中卫得很漂亮 年轻有很多女生 现在吃了老年 因为年轻都要出外面打拼 对吧 现在都顺利照顾 我们就专家美容师来把他们卫得漂亮 大家围露一个温暖的气氛 让他们这个重温以下温暖 所以有今天这样一个措施 我们觉得很开心很高兴 今年艾维炉主办单位是 伊甸基金会副社南投县私立 祈福综合式长期照顾服务机构 在中疗乡成立了日照服务中心 爱宁亚集团也跟伊甸基金会 有常年合作的关系 对于中疗制造服务中心的成立 照顾更多需要照顾的人 陈威中总裁表达支持 并慷慨捐助了100万元的补助款 帮助伊甸从事长照服务的工作 陈威中总裁认为社会的进步 都是长者年轻时的贡献 因此长者是最值得尊重与感谢的 那伊甸基金会 我们企业集团 爱尼亚化妆品集团 跟他已经合作了18个年头 每年我们都不间断的来扶持 因为他也是在照顾设备的弱势 有提起这一次的我们中疗的日照服务中心 政府虽然补助这样的一个款项 还是需要民间的企业来协助 因为将来的经常性的费用 还要建构的费用是不够的 那因为我们长期合作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就当时做一个决策 我说好 没关系 那我就尽一点连博 那我就投入了100万的这样一个补助款 其他他还找了很多企业 所以社会上很多有心的企业也是很多 好 那今天要举办这个围炉 其实是用爱出发 爱妮雅化妆品的集团理念文化也是爱感恩 我是想说这些年老的长者 他们年轻的时候为这个家庭 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国家 付了很多的贡献 尤其是60岁以上的 台湾经济蓬勃发展到今天这么繁荣 这么文明 其实他们提供了很大的贡献 是他们惨淡经营来的 所以我们在企业集团 我一直要求我们员工对长者要特别尊重 还要特别感谢 县议员张维华也感谢各企业 能赞助伊甸基金会 让中辽乡制造中心终于能够成立 张维华议员也期待政府的长照政策 能将照顾弱势的服务 落实到每个乡镇 又过了一年 来到我们伊甸的爱新维卢 这个爱新维卢 这一次有非常多长辈们 来自我们全南斗县的各地 是特别来到我们这个全国的 也是我们南斗县唯一的 一个复合式的制造中心 在我们林明珍大力的支持之下 县政府花了很多钱 很多经费 因为在这上面设置我们一个五星级的一个中疗箱的一个这个日照中心 在这上面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场有我们的这个爱妮雅公司的集团总裁 陈总裁也来到现场 他当初也是用爱心来捐赠一百万 来给我们的这个这一次的伊甸的这个日照中心 那这种爱心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很多企业家需要这样子的赞助 才有办法把我们一般做日照 做长照 做这些身心障碍的这些服务 能够落实到各个乡镇 我们相信只要有这些爱心的机构的支持 跟后面的企业家的赞助 才有办法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全国的这些 每一个点的这个日照中心 跟关怀据点能够串联起来 能够帮助我们长辈们 伊甸基金会在南投陆续开办居家照顾服务 居家喘息 日间照顾 及交通接送等等的长照服务 也针对市长者进行辅导教学 包括定向行动及生活自理 如何一个人在家时可以自己煮菜 经过一段时间辅导后 终于有了成果 并办理是如珍宝回味无穷 市长者料理成果展 共做出佛跳墙等十道菜色 名为十全十美 我是因为一直都在伊甸的社福中心 然后教他们的定向行动 定向行动就是教市长者的行动 如何使用白手杖 那后来就开始教他们的生活 师资般的生活自理之后 然后我就开始研究 让市长者能够自己一个人在家 也可以独立的做简单的饭菜 然后让他们可以自己生活 那么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很怕火 所以我就是用电锅的教法 电锅做菜 他们也很怕用刀 所以我就要教他们如何安全地用菜刀 还有水果刀 还有一些简单的器具 让他们能够自己在家里可以做菜 市长者学员郭耀文 刚开始来到市长重建中心时不会煮菜 老师教他用电锅之后就学会煮菜 用刀子 而且注意安全不会烫到手 我今天有做肉骨茶 以前会觉得很困难 因为汤汤水水的 光是吃都觉得很困难 会被烫到 在这里老师他们教的方法都是用电锅 不会啦 他们会考虑到我们先安全第一 不会去烫到 会考虑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中 都是考虑到我们安全第一 如果像最近天气比较冷 我会去买现成的 回来就像一些冷冻的 姜母鸭 羊肉肉之类 然后回来把高丽菜洗一洗拨进去放 但是以前不会啦 就只会去 去用买便当 但是现在会自己用电锅 做自己想吃的东西 伊甸基金会代处长廖美芝说 这些市长学员 不论从动刀 食材的料理 与清洗等各道工序都需要学习 而且有辅具可以帮助市长者 仍然可以做好烹调 南投市场生活重验中心 从102年9月份开始 为我们南投县的市长朋友 实行一些服务 那生活自理训练呢 其实是帮助我们平常不喜欢下厨 或是觉得是下厨有困难的市长者 我们透过课程 透过老师的教导 在安全的一个状况之下 让我们所有的学员呢 都可以在厨房当中 可以游刃有余的 做出自己想做的菜 那今天呢 这一场呢 感恩的一个餐会呢 其实也是为了要展现 我们市长者在这些年当中呢 每一个同学呢 都透过一个很完整的训练呢 能够希望能够呈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准备了10道菜 筹备时间呢 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因为第一个要开菜单 第二个要确定同学们 是不是他们喜欢的 他们愿不愿意会不会煮等等的 无论是动刀子 或者是在食材的料理清洁等等 其实每一道工序呢 都让我们的市长朋友都需要学习 因为今天在座呢 我们有几位同学呢 从来没有进过厨房 我觉得没有进过厨房 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有个原因是因为 家人可能担心在使用刀具上面的一个安全 还有个用火上面的一个安全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对于我们的市长者 如果你真的从来没有进过厨房的市长朋友 没有关系 老师可以教你使用电锅 比较不会烫到的时候 那个最安全的一个烹饪的方式 县议员张维华特别受邀前往为市长学员加油打气 并一起共尝美食 张维华议员鼓励市长者家庭不要怕 要勇敢走出来 重新展现自信的生活 我们发现到在市长的家庭里面 他们往往觉得说不敢走出来 那觉得说需要一些这个社会的资助 可是又不知道去哪找 所以我们很感谢县政府委托我们伊甸基金会 那希望他们来帮助这些市长的家庭 市长的朋友们 能够重现这个至尊 然后重新这个治理 让自己能够走出来 那在走出来过程中 其实需要很多的辅导 很多的社会的爱心 很多的社会的这个蜘蛛 那我们呼吁 所有市长的家庭们不要怕 因为我们有伊甸在后面 来帮助我们这些市长的家庭 市长朋友 一一的 很有耐心的 而且很有尊严的 帮助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市长的朋友 来 让他自己知道怎么样 打理自己 生活习惯 走出去 到这个市区里面 都由自己来 这样子一来 我们市长们就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 能够重建自己的自尊心 还有自由的一条路 那我们希望 社会大众也是给予我们 这些市长们很多爱心 那也帮助这些伊甸 我们也督促县政府 能够给予更多的资源 给我们的这个市长者的朋友 让他知道说 这社会是有爱心 而且可以走出来 可以重返自由 而且重返资源 那我们在这里 这是我们伊甸现在目前 所做一些服务方案 包括这个行动的治理训练 还有生活的治理的 这个能力的训练 还有这个盲用电脑的训练 还有点字的训练 还有这个低视平能的评估 辅具的评估训练 各个的项的服务 都是我们现在目前 伊甸在为我们 这个县政府 来帮助这些市长们 能够做的一些项目 我们的服务 那我们希望 所有的这些市长家庭们 不要怕走出来 重返自由 重返自尊 伊甸基金会 在南投深耕17年 陆续开办各项的长照服务 102年开始 也针对市长者 进行定向行动辅导 及生活治理 用电锅煮菜 让许多需要照顾的长者 获得完善的照顾 以及让市长者 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美丽人生 彰显了社会处处有温暖 民意新闻 王水仙专题采访报道